这就是泰山雄浑壮阔,巍峨高耸,古代,这里被认为是万物初始之地。 天地一变后,泰山也变了,越发地宏大无边,壮阔到极致。 楚风走出机场,有人将他接走,送到泰山脚下的城市,让他先休息一晚。 可他怎么等得下去?恨不得立刻登山,现在情况危急, 他不知道离开后会是什么情况。 虽然路通拍着胸脯向他保证,那些异类不敢闯于虚宫, 他父母的安全没有问题,可他是还略有不安。 除了父母外,叶清柔,杜怀锦,陈洛言他们会不会遭遇袭击。 他已经告诉他们去遇虚宫等待,不要外出,静等他回去。 他又想到其他人跟他有关的人太多了。 今晚真的无法登山,因为那里有绝世大战,以孔雀王为首的强者要发难了。 徐明告诉他,现在情况极其严峻。 到底什么情况了? 楚风请教,徐明也是玉须宫的一人, 这几日都会跟在楚风身边帮忙,负责处理各种事。 他开口道,可以说,一寸山河一寸血。 泰山之战过于激烈,从山脚下到山顶都有尸体, 石阶都被血水染红了,杀气滔天。 前阵子各种尖端的热武器一起动用, 绞杀异类,不过对最顶级的兽王无用, 只能杀兽王以下的异类。 有更厉害的武器, 但是不能用,怕毁掉风扇之地, 到时候什么都得不到。 人类这边,死了很多人。 我们这边只有三位爵士高手吗? 楚风皱眉,预感到这个地方太危险, 真能拿下吗? 不,有些兽王站在我们这一边。 徐明告知, 有些兽王跟孔雀王那批高手不对付, 跟人类这边联手, 抵抗他们, 不然的话, 这里死的人类会更多。 楚风认真听着, 了解风扇之地的情况。 最近, 大战越发惨烈, 都有兽王陨落了, 血染泰山。 今日晚间, 会有绝世大战。 到时候, 玉须公之主将会跟孔雀王一决高下。 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激斗很多场, 一直没有奋出胜负。 而其他王者也会参战, 注定要授吼镇天, 多半又要有王级强者陨落。 山顶上到底有什么古怪? 楚风询问, 他不知道孔雀王的执念为何这么深, 非要跟人类争夺这里, 在他看来, 这是人类的圣地才对。 传闻这里有神秘传承, 孔雀王为此而来。 徐明详细告知, 孔雀王崛起于西南之地, 他在那里的石壁上曾看到过一些记载, 是上古一刻, 说孔雀一脉的圣者曾飞临泰山, 多半留有传承。 所以, 孔雀王发狂, 非要夺下这里不可。 事实上, 他早已掌握有一门完整的呼吸法, 只是他想要更多。 徐明说道, 还有什么厉害角色? 楚风问道, 毕竟, 八井公、 玉须公、 碧尤公、 三大爵士高手都来了, 共同征战风扇之地, 敌手绝不止一个孔雀王那么简单。 想来寿王中, 肯定还有厉害之极的强者。 徐明点头, 道, 还有一只乌鸦, 不过, 他很特殊, 乌黑羽毛退落下大半, 长出部分金色羽毛, 有人猜测, 他可能会净化为金屋。 事实上, 这头乌鸦, 而今已经被尊称为金屋王。 据说, 他也曾在某一处大山中, 看到过一幅石刻, 记载金屋祖先曾经落于泰山之巅, 所以也杀来了。 云豹王, 九命猫王也都在这里, 实力恐怖至极。 徐明逐一告诉楚风, 这里都有哪些可怕的兽王。 并且他还透露, 九命猫王等, 也是因为听闻他们的祖先等来过泰山, 所以才一路杀来, 要登上去。 楚风听着, 了解到很多事。 似乎各族都有前贤来过这里, 甚至有圣人出没, 这实在有些恐怖, 泰山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从上古开始, 人类的三皇五帝中就有人亲临此地, 进行祭天, 接着后面历朝历代开始延续。 异类觉醒后, 也发现他们的祖先中的绝世强者来过这里, 想探个究竟。 楚风问道, 不断大战, 他们应该早就登临过山顶吧, 没有发现什么吗? 自然上去过, 山风染着血, 不过, 说起山顶那里太奇怪了, 至今还没有人有巨大收获。 徐明提及山顶, 也有不少疑惑。 山顶经营, 有光泽流淌, 但也有迷雾, 一眼望去, 根本看不穿。 无论是人类中的绝世强者, 还是异类中的无敌兽王, 都曾杀上去过, 他们闯入那里, 发现天地太浩瀚。 不是山顶那么简单, 空间很大, 有残破地宫, 有宏大电雨等。 徐明说道, 而后又补充道, 甚至, 金屋王确信, 自己曾经感应到, 那里有纯种的金屋弹, 他想穿透迷雾去寻道, 结果失败, 再也感知不到。 好神秘的风扇之地, 楚风自语, 各族都对这里有执念, 想攻下来, 站为己有。 这里究竟有什么圣术? 这是楚风最想知道的。 徐明道, 山顶变大后, 出现的神秘古树不止一株, 但有些刚枯着, 还没有恢复生机, 而有的则刚刚发芽。 楚风皱眉, 来得不是时候吗? 也有古树在深处, 被迷雾笼罩呢, 隐约间能闻到丝丝清香, 显然正在绽放花蕾, 但没有人寻到与接近过, 那里很诡异。 楚风听他这么说, 立刻明白, 那地方相当的不一般, 连寿王都找不到 绽放花蕾的那株圣树的正确位置。 他心头火热, 哪怕寻不到正在开花的圣树也无所谓, 因为他身上有一颗雪白的种子。 楚风想借助泰山之巅这处宝地, 去栽种他自己的那颗种子, 或许一样可以突破到王极境界。 他对那颗种子颇有信心, 经历过上一次的生长后, 它像是蜕变了, 跟早先的样子完全不同了。 这一次, 或许能生长出更为惊人的植物。 夜晚, 楚风站在窗前, 眺望那座宏伟壮阔的大山。 天地一变后, 他最起码暴涨得数倍不知, 而且按照徐明所说, 他依旧在变大中。 其他地域, 出现很多洪荒大山, 原有的山体不会怎么变化。 这里则完全不同, 以泰山为主, 高耸入云, 它不断变得壮阔起来, 这样下去的话, 简直要处理到天外。 哼, 夜晚, 一道闪电划破虚空, 照亮山体, 泰山附近爆发绝世大战。 楚风看到, 一头五色孔雀横空而来, 傲然立于虚空中, 俯视着泰山石阶上的人类, 猛然发动攻击。 大决战到了, 从今晚开始, 他要跟玉虚公之主奋出胜负, 论输赢。 哼, 在半空中, 他突然化成一个年轻男子, 英气射人, 笔之孔胜, 甚至还要俊美几分, 简直有些不真实。 他就那么从半空中俯冲下来, 杀向地面, 跟人类的高手决战。 隆隆, 天地仿佛被撕裂了, 那里一片光明, 十分璀璨, 孔雀王得到了某一古老传承, 正在动用冥王权印, 跟地上一人厮杀。 他居然化成人类, 而不是用本体出战。 那里爆发炽烈光芒, 那种权印族可以撕裂山体, 粉碎万物。 不过, 泰山如今跟以前不同了, 可以经受住巨大的冲击, 他没有任何影响, 这就是他的神意之处。 绝世大战展开, 欲虚弓之主迎战孔雀王。 楚风很想看个究竟, 但很可惜, 他现在不允许踏足那里, 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非王级生物目前都退出了泰山。 以他的目力来说, 有些看不真切了, 因为太远, 还因为那两人都在散发赤圣光芒, 见不到真身, 像是两位神王在争霸。 不久后, 他们更是杀到山体另一侧, 什么都看不到了。 接着, 楚风看到夜空中出现一头金屋, 恐怖无边, 带着烈焰俯冲了下去, 迎战八景宫之主。 随后其他寿王等纷纷登场, 在这里厮杀。 一时间, 寿王咆哮, 震动天地, 整座宏伟磅礴的泰山都仿佛摇动了起来。 泰山正在上演着最为激烈与可怕的争锋, 任何一人陨落都将影响深远。 直到后半夜, 厮杀声才渐渐变小, 受吼声消失。 怎么样? 楚风问询, 徐明正在从外面走来, 他去打探消息的。 八景宫, 玉须宫, 碧游宫的三位爵士高手都负伤了, 而今在养伤。 什么? 楚风吃了一惊。 孔雀王, 金吾王, 他们也都血染泰山, 同样负伤了, 依旧没有奋出胜负, 明日还会继续, 你耐心等待机会吧。 徐明告知, 这些爵士高手拼得越凶, 伤得越重, 那么楚风的机会就越大。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爵士高手修整时, 其他人才有机会登山去寻机缘。 不过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人能在风扇之地获得惊人的收获。 第二日大战再次开启, 那些强者厮杀不休。 让人遗憾, 几大强者还是没有能够奋出胜负。 期间, 楚风曾开启通讯器了解外界的情况。 许多人在找他, 但却没有办法逐一回复。 你们找死。 楚风看到一条文字留言, 居然是黄小仙, 明确告诉他, 再不出现的话, 就对付他父母。 楚风眼神灵力无比。 随后, 他又看到一些报道。 网络上有传闻, 孔雀一脉跟菩提基因将要合作, 最终可能会攻打普陀山。 江洛神来自菩提基因, 有人看到, 这两日他曾招待过孔圣一行人。 此外, 孔圣还曾去过江宁城, 跟天神生物也有过接触, 还点名要见林诺依。 你这是在羞辱我吗? 让我出去? 楚风自语。 因为,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林诺依跟他有过一段往事, 而不久前江洛神与他更是出现一些暧昧传闻。 赤魅王两, 鬼遇忌两, 等我在风扇之地突破, 回去杀你们全部。 楚风直接关闭通讯器, 不再看, 静下心来, 等待登山。 第三日, 徐明来了, 告诉他今天夜里准备登山, 因为受亡的绝世大战即将落幕。 果然, 晚间大战爆发, 深夜结束。 楚风步履坚定, 开始登山。